原标题 曹魏消灭蜀汉时 东吴为什么见死不救呢 根据三国之本史料的记载 公元263年 魏国的实际控制者司马昭 决定向蜀汉发动战争 派遣中会 邓乃 诸葛续三路攻蜀 蜀将江北 廖化率军以剑阁金四川剑阁险道为屏障 阻击魏军主力 在魏蜀两军主力对峙于剑阁之时 邓艾自率精锐部队绕道阴平 经甘肃文县西北 齐齐江游金四川江游北 又在蜀汉腹地棉竹大破诸葛湛 攻占福城 金四川绵阳 进逼成都 后主流禅因邓爱兵临城下 向魏军投降 标志着蜀汉的正式灭亡 那么问题来了 蜀汉和东吴可谓纯王时 在曹魏消灭蜀汉时 东吴为什么见死不救呢 一首先在仪陵之战后 蜀汉成为威蜀吴三国中最弱小的一方 即便诸葛亮多次北伐中原 也无法改变蜀汉和曹魏之间的强弱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 不仅蜀汉在实力上 远远落后于曹魏 东吴也无法单独抗衡曹魏 所以 仪陵之战后 蜀汉和东吴继续保持着联盟的关系 以此对抗强大的曹魏 可以这么说 蜀汉和东吴一方的灭亡 另一方也难以长期支撑下去 所以 很多人才会好奇 蜀汉灭亡之际 东吴为什么不派兵来救援 不过 实际上 东吴的援军已经在路上了 只是蜀汉灭亡的太快了 二一方面 就东吴来说 公元263年10月 东吴朝廷得到了曹魏进攻蜀汉的消息 在得知蜀汉危的情况后 东吴皇帝孙修一方面派大将军丁凤都帅各军攻向魏国授春 通过进攻魏国来缓解蜀汉的压力 也及效仿战国十七孙殿的违位救赵 另一方面 东吴还派遣了将军丁凤 孙毅前赴免中救援蜀国 但是 差不多一个月后 刘禅正式投降的消息 就传到了东吴那边 在得知蜀汉已经投降操卫后 东吴也停止了救援蜀汉的行动 也及蜀汉灭 亡太快 导致东吴没有来得及救援 三 那么 问题来了 蜀汉灭亡的有多快呢 公元263的夏天 魏国大军进攻蜀汉 彼时 江雷率众将中会十余万大军党在建戈 因为蜀汉拥有山川之血 所以具有较强的防御能力 这可能是蜀汉没有向东吴发出救援消息的重要原因 如果没有邓爱的话 曹魏这一次进攻蜀汉 很可能会因为粮草供给不足而退军 但是 邓爱率领精兵偷渡殷平 还在绵竹击败了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珊 从而兵临成诸 大约在这个时候 东吴才获得了蜀汉危急的讯息 但是 蜀汉后主刘禅在光路大夫桥州的建议 最终向邓爱投降 这促使东吴大军也是无能为力了 四岁后 邓爱在灭蜀后 为刘禅请封扶封王 又上书法吴 引起司马昭猜忌 与此同时 刘禅投降后 势令坚守建阁的江维 向中会军投降 而江维甲义投降中会 准备借中会之首诛杀魏将 而后 复兴蜀汉 邓爱被捕后 中会独大于蜀中 与希望恢复汉事的江维 联合发动叛乱 在蜀汉故地陷入到内乱中 东吴皇帝孙修一徒趁机推并一周 于是 令镇军将军陆炕 辅军将军不写 征兮将军柳平 建平太守圣满 率领大军西纪 却被蜀国八东首将 卢献所组 对于卢献这位将军 凭借着刘备当年修筑的永安白帝城 将东吴大军挡在了蜀汉的疆域之外 促使想要趁火打劫的东吴 最终一无所获 此外 在中会之乱被平定后 蜀汉队纳入到曹妹的疆域中 而东吴的处境 显然就更加危险了 闻情怀历史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情怀历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